第一件事要做什麼呢 當然要上一個我一路由做startup以來都覺得很神秘的地方 那個地方叫做TechCrunch TechCrunch是一個在startup界最大的網上的媒體 譬如上兩個星期TechCrunch搞一個活動叫做TechCrunch Disrupt 所有IT界的巨頭都來了 即是Mark Zuckerberg、Marissa Mayer那些全部去了 LinkedIn、Twitter所有CEO都會同場去說話 所以TechCrunch是一個很有地位的一個媒體 第一件事我有這個媒體當然是拿著這個媒體去找TechCrunch 找TechCrunch又是一個比較 怎樣說 即是不是這麼 straightforward的東西 我第一件事就是周圍去問別人究竟誰認識TechCrunch的人 不如介紹給我吧 我未找這件事之前 每個人都說認識的 到我真的有這件事 我說現在我可以介紹了 每個人都說好啊 好啊 我轉頭發電郵給你吧 但從來都沒有人發電郵給我 後來我就發覺真是無從入手的時候 我就出這個最後的絕招了 就是cold call 好啊 我就去找回有寫過類似的東西 或者有cover過亞洲地區的journalist 其實我都不知找TechCrunch 我找了很多很多不同的 但end up真是有反應 第一個有反應就是TechCrunch 他就很好人地幫我們做了一個報道 TechCrunch這個報道出了之後 有些自稱是investor的公司的人 就開始接觸我了 但我對大家的建議就是 這些事大家不要那麼認真 因為大家所謂investor的事 有憂有劣 我見過幾個都是一般的有料到 好啊 好啊 然後我們過了那一輪 已經拿了Bandard 有一天我們看到那個download數字 本來這樣飆了上去 就慢慢跌下來 突然有人又開始飆上去 什麼事呢 我們就去找 Apple這個神秘的機構 就是他做了這些事 他不會告訴你 他只是做的 他做完是不會告訴你 他原來做了一個新的category 叫做Apps for Good Morning 一個大的category 就放在一個頭版那裏 然後進去他就會有這些 有這些不同的app 比如這個叫做Fresh Start 或者Plan Your Day 我們就在這個Plan Your Day那裏 就feature了 亦都是feature了幾十個國家 我忘記了幾十個 但都feature了幾十個國家 所以因為很多人看到 為何無端有這樣的cat 他們都會走去看一看 那把我們這些app 這些app都會下載 都會扯高 所以整件事 對我們來說很鼓舞 因為我們做一個category的時候 大家如果下載過category 沒有下載就先下載吧 如果大家有下載過category的話 都會知道category不是一個很大的力量 其實我們由做 真的開始落手落腳 寫其實我們主力是一個programmer 其實是Victor一個人 寫了大概兩個星期 就出了第一個很rough的first version 然後我們寫給Apple的時候 就是一個很rough的first version 他們聯絡我們 我們才會再很dedicate 很fulltime地做 都是Victor一個做 就是programming方面 做多兩個星期 加起來做了四個星期 另外我們有一隊 因為我們有graphics team graphics team有三個人 我們graphics team 也會幫他做一些圖 或者是 可能有些同事會幫忙 所以這個category的app 整個development effort 整個development effort 其實是不大的 但結果就很大 因為我們在頭一個月裡面 已經拿到十萬個user 十萬個user裡面 其實有整個差不多 開頭就很active 現在我們通常說active user 我們要分話說monthly active user weekly active user 和daily active user 因為我們出了不太久 所以monthly active user 其實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因為只有一個month 我們現在說daily active user 都有三千個 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反應 當然現在這個世代 你只做iOS版的就不夠了 如果你說好像我剛才說要做廣告 那廣告公司 就會跟我們說 你有沒有android版 我正在用android 所以這個carrot 接下來也會做android版 還有剛才我們說的 很多加強social的元素 就會加進去 希望可以carrot這個project as一個inolab的project 我們可以獨立去做一個公司 即是我們獨立一個公司 有獨立幾個人 只做一件事 再去開一間新的staff出來做 這個就是carrot的故事 本來我們約的時候 本來我們約的時候 我打算今天的分享就是這麼多 完了 這樣就可以 但是現在還有些時間 還有些時間 我就可以再講多一點 講下一個 但是我剛才也講過carrot的business model 其實最主要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剛才說 當你設定了個target給自己 你設定了個reward給自己 其實你九成九會去買那樣東西 其實很多人都是這樣 我是這樣 我都是打算找個藉口買東西給自己 我設定一個target給自己 或者我真的有一個target很想做 我真的設定一個reward給我 我會去motivate 那你很大程度都會買這個產品 我們就在那個位置下廣告 這個是比較容易理解 第二個就是剛才我講過 如果我一個小朋友去考試 我家裡有姐姐、阿哥、阿媽 他們可以三個人夾錢去買個playstation給他 這個其實你反過來看 就是類似一個kickstarter的cloud funding 的做法 但你不會去kickstarter開一個project 說我要買一部psp我拿個A 是不行的 但你可以在carrot那裡做 當然你payment上面很多 或者regulation上面我們要處理這些東西的 這個我們融後會再研究 但那個做法其實我們就可以 希望做一個叫microcloud funding 在carrot這個系統裡面 我們就可以真的可以做一些e-commerce的東西 我們可以做一個kickstarter in一個very small scale的business model出來 好 那我們就可以講這個Worthy Worthy有趣在什麼呢 原來Apple去App Store 是有一個custom URL 叫AppStore.com 大家就不太知道 AppStore.com slashWorthy 就會自動去到iTunes 那個Worthy的app那裡 而AppStore.com 因為我去了Tech Run Disrupt 原來我就有個故事 就白倒回來在台上的那些講者講的 原來這個AppStore.com 是誰先去read的呢 原來是salesforce.com的老闆去read的 而salesforce.com 我想大家做business會知道 很出名的CRM的系統 而salesforce.com的老闆 其實以前是在Apple那裡打工的 他就跳出來 自己開了一間公司叫salesforce.com 那他就打算在salesforce.com裡面 其實他都有很多app 就add-on去賣的 那他打算salesforce.com裡面的app store 就叫appstore.com 那他就read了 那誰知道呢 有一天他read了 就聽到蘋果出申請 就說他們出iPhone 而iPhone裡面有個叫app store iPhone三支 之後這個salesforce.com的老闆就說 咦?但appstore.com在我那裡 他就去找salesforce送給他 就是gif送給他 所以有個叫appstore.com的domain 大家未必知道 這個也都反映了直谷那邊 其實他們那班人是那個 那個想法和我們亞洲人可能很不同 他們是比較大方些 和是願意大家去幫助大家多些 我覺得這個香港我們這邊可以學 Worthy.com 不是Worthy.com Worthy本身這個app 其實就是一個交友的app 我們為什麼無端端在市場上面 有成九千幾萬個交友的app 我們還要做九千幾萬個app出來呢 那是有個原因的 原因就是 我們覺得現在的交友的app 其實他們大家都 serve不到一個purpose 就是怎樣把大家有共同興趣 或者大家看東西方向一樣的人 連在一起 因為如果有玩過交友服務的朋友都知道 我們app朋友只有一個quiteria 無論有幾多十個filter都好 你都是一個quiteria 就是看照片 個個都是的 我自己都是的 甚至我Worthy現在都先看照片 但看照片才沒有用的 Worthy 我之後再講 因為你只看照片去add人 其實你等於亂add 或者你那幅假照 你又add過了 你就亂add 還有那些交友服務 就希望他們將自己的success factor 就是斷定大家有交了幾多朋友 所以他們就希望大家 越容易交朋友越好 我就方便你容易交朋友 我們就反過來 我們搞到交朋友這個動作很難 你add 不是說你隨便add到朋友 你每支add朋友都很辛苦 為何要這樣做呢 就是其實我們那個concept 就是我們每個人會設三條問題 有不同的category的問題 我自己的profile 我會設定電影的問題 音樂的問題 我就會問 這裡有幾套電影 你覺得有哪一套 我是會不喜歡的 那你就要答 或者我有幾個音樂的類型 你喜歡哪個音樂類型 你要答 其實很容易答錯 因為我們set的時候 我們可以set三個答案 或者四個答案 你任由你set 我set四個答案 其實你都幾難撞中 要撞中三題很難 我們就可以set 你中了幾多題才可以add到我 你整個add人的過程 就難了很多 但你難了很多的時候 你得到的value 就是說你真的add到你那個人 你真的跟你的想法會有些相似 他才會add到你 我們就不會被人亂 因為很多人可能是 他是有東西賣的 他不知想賣什麼 所以就周圍add人 很多交配服務都是這樣 我們這個服務的好處就是 就算他真的有東西賣 他也是跟你一個 對有辦法商量的人 對不對 有東西賣都不是罪 所以我們set一個題目就是這樣 我們有一個題目 然後我們set幾個答案 其中一個答案 你set是一個正確答案 那他就要答 那我們除了有這個idea之外 其實我們還做多了很多事情 就是我們有一個方向 就是我們這個app 我們要做到有這麼浮誇 得這麼浮誇 因為我們知道所有加油app 其實都是大同小異 所以你怎樣去跟別人 叫做突圍而出 其實你要做得漂亮 那麼他們就覺得 漂亮的app他就用了 不漂亮的app他就放在一邊 因為你一做不漂亮的app 其實都不用用了 那麼好彩 因為我們開頭做的時候 我們想著 就來出iOS7 不如我們做一個iOS7的風格的app 就模仿iOS7的風格 以為自己好iOS7 我們又寄給蘋果 然後蘋果又跟我們說 你以為自己是iOS7 不是這樣的 之後我們才發現 原來我們有很多iOS7的東西 是我們未知的 因為那時beta也未出的 那麼好彩 因為我們之前和他們已經出過app 他們都會留意我們做的東西 亦都跟我們說 如果你想做iOS7的話 其實我可以給你 上網也下載到的 不過我可以給你 然後我們就跟著所有 所謂iOS7的設計 去做一個完全是iOS7的東西 iOS7有很多有趣的東西 譬如說 iOS7的頭版 但今次有趣 今次就 他沒有 擺到我們在 大陸 China Mainland China 但他們擺了我們在 美國 他擺在哪個位 他擺在 app store有不同的 category 他擺在lifestyle 因為我們什麼意思 就是lifestyle 他擺在lifestyle category 這個位 其實我 完全不期望他們 會給我們一個 好的 靚位 我們很開心 但開心得來 有一點可以分享 原來你擺在這個位 和你擺在 Mainland China 這個位 你可以擺在美國的這個位 或者你擺在大陸的這個位 如果給你選擇的話 我現在選擇這個位 選擇大陸的這個位 因為大陸那邊 原來 我是不知為什麼 他這麼多是大陸人 我以為大陸人很喜歡玩 其實我現在這樣 compare 我發現不是 我發現原來 大陸的iOS的用戶 是極其之多 所以我會覺得 不是那個位 是否漂亮的問題 而是真的大陸那些人 是太多了 如果我大陸擺這個位 我想就真的爆了 所以這個就是 我現在暫時的analysis 沒有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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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會說 他擺了都不告訴我 而且Lifestyle 是更加必爭之地 最大的一個 如果你在App Store上高 Lifestyle是甚麼都可以有 所以你擺在Lifestyle的頭版是很漂亮 是 所以 這個結果 其實現在比較出了 不是很久 因為我們上個星期五出 現在是說幾天 所以暫時那些數字 我想未是很有代表性 是否會有1萬個 現在未有 現在未有 但聽來不是一開始就是這樣 每一開始都會這樣上 才上到1萬個 還有有一天 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他本來平平地 突然又爆 又上了三成 所以現在出了五天 我想未有代表性的數字 這個鏡頭 我想大家都會覺得 這幾個鏡頭都很iOS7 真是整個iOS7樣 就在這裡 就是這個位 這個箭墜 這個箭墜 原來他告訴我 這個箭墜不是iOS7 我們完全不知道 是甚麼 這個箭墜不是iOS7 那應該怎樣才是iOS7 如果大家昨天更新 你會看到 所有這些back的箭墜 原來是沒有中間這一畫的 是一個大於小於 這樣 他沒有中間這一畫的 你現在看那些app 就是這樣 是 但我放大不了這個 是 這些我們開頭不知道的 是蘋果告訴我們 我們就把這些地方改了 你看到 這個就是 它有一個 profile picture 就是你 Facebook登記的時候 可以在Facebook就拿 如果你不想Facebook登記 你自己上載 還有有三條題目 這個就是 食物 Fashion 和音樂 然後它有少少的description 你按下去的時候 它就會開始問你問題 如果這個是 問你食物的問題 你就回答 你回答對了 你回答了 某幾題 那你就 可能它設定到 你回答三題才能認識到 很難認識 或者回答一題就認識到 很容易認識 那你就可以和它聊天 這樣 很簡單的概念 我想問一個問題 如果我答錯了 之後 可以不斷再說 它會完全在你的時間線 裡面消失了 你找不到它 暫時我們設定到 永遠都找不到 直到 它設定過另一個問題 才會再出現 原份是一信即使 是的 所以你回答的時候 你真的要很認真地回答 你不能全部都隨便 打算AA答完 就回答BBC 不行 我算法錯過辭職 是可以再說 是嗎 那你告訴我 是嗎 那你告訴我 是 對 對 How do you control people from lying 從 lying OK 你擁有 一線 好 所謂 所以 你可以 and lie at most for one line but I can lie on the questions I can say I'm left with each other I'll tell you how I do it how I answer the questions because we also show the percentage of successful people who have successful answer this question if the percentage is low I will select a controversial answer so it's just a game so don't take it too seriously so when you talk to each other you will find out who he is who he really is 這個就是剛剛昨晚的事 這個screenshot都是我昨晚的劇 這個就是他們剛剛出iOS7的時候 就是昨天出了一個新的category 叫做Design for iOS7 這個是今天才有的 而它裡面就會包括了一些 真是叫做iOS Design for iOS7的app Worthy是其中一個 這些都是iOS7的app 他們一早都跟我們說了會有這件事 叫我們做定iOS7 他們就會有機會可能或者放在這裡 這裡有個隱藏的message 就是這個Worthy是我們做的 其實這個也是 這個Ticker也是 但是我們未有空做宣傳 我也不期望它現在會提供 但是因為我去了iOS7 所以他們就不知為何很趕地把它放進去 可能想多一個 所以這個Ticker和Worthy 都是我們做的iOS7 他就有問我們 我見到你寄了Worthy 見到你寄了Ticker 你們幾時可以給到一個 真是出的街的Version release到的Version 我們就回答他 可能我們開頭回答他 大概九月中左右 他說不是的 但是我們九月中 我們出iOS7 早點行不行 我們就問他 是否早點會feature 或者可能我們考慮一下 因為有這樣的溝通 我們就趕著去 將它盡快完成 所以Worthy由開始到 放了相片多久 Worthy來過Carrot 幾多下 其實Worthy 我們甚至乎 我們一個人做不完 我們要找一些同事 其實我們有這個同事 剛剛在 就有份幫忙做Worthy James 我們做了大概兩個月左右 因為他裏面那些 Effect 和他裏面那些 iOS7 那些Design Element 其實就不是我們做開那些Style 是這些有很多新的 我們要學的 一邊做 一邊挑剔自己 又改 改到一些 畫圖的同事 都懶得了 結果 差不多 折的時候 他說 他說9月12日 會寫東西給美國 你快點寫給我 如果你想追 那些 那些 我們真的在9月12日 問問水的時候 才給他 我想 應該 這個表演就完了 就是這樣 看看大家有什麼 可以交流一下 謝謝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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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